车来车往的马路中线竟然破了超大一个洞 地点就在新竹湖口桑姓氏国小对面的路段上 坑洞大扫目测一让机车宽地下管线看得一清二楚 县府立刻派人惯张 没想到施工人员才刚围起三角锥 下一秒坑洞又塌了一大片 从第一时间民众po出的脸书照片 到相关单位获报道场 天坑越长越大 目测天坑大扫宽从原本的2.5公尺 扩大到5、6公尺 它突然陷下去吗还是 对 村长有扩来看 什么原因你大概知道 应该是突然谁要那个爆管爆掉 这部分我们是怀疑跟这个台电 它在施作这个大潭是这个户口 配电线的浅度工程作业有关 那这部分我们还要后续再去做一个确认跟厘清 附近居民猜测可能是自来水管爆管 导致大量自来水掏空地基 不过到场的公务处表示 初步勘察坑洞内并没有管线受损 之后发现疑似是台电进行前吨工程作业所导致 那事实上县府这边也要求台电针对这个 它前途作业所经过的一个路径 要必须在十天内要提送 透地雷达一个检测报告 让我们知道是不是 它在经过的路线的方面 还有相关的一个落成落面的一个存在 相关单位紧急封闭道路出动机具灌将抢收 在中午十二点左右恢复道路通行 新竹县府也要求台电提供行径路段的检测报告 避免让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明镜新闻黄昭康新竹报导